都知道大家很想去日本旅行 如果下次遇說有行又想試試窮遊日本的話 來福江湾時就可以試試我身後這間酒店 一起進去看看吧 酒店在2019年7月開幕 位於中洲村端站附近 出閘行一分鐘左右就到了 地理位置相當方便 品牌在日本有11間酒店 東京、大阪、京都等都有 全部都是行精品酒店的設計路線 其實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在日本住這類型的旅館 讓我帶大家看看我的房間 這裡就是我的房間 是我今晚這兩晚住的房間 酒店房間分了三個房型 記者今次試住的就是這間 每晚房價4000日起 酒店找來藝術家設計房間上面的策畫 感覺非常時尚 而且這間房間比起其他酒店 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就是每間房都會附設一部智能的裝置 你就可以用它操控住 給床的高度 像這樣 這間房間也有一塊小小的連身鏡 早上起床的時候可以在這裡稍微梳洗一下 然後再出去見人 這間房間也有一個拉鍋 你就可以拉起來 拜拜 其實拉完門之後 我覺得這間房間的私隱度和空間感 都比我想像這樣高 因為其實去床 比起一般的單人床 是大一點 還有一個女生住在這裡 我想都很安全 那行李可以放在哪裡呢 其實每張床下面 都有可以伸縮的儲物空間 整個行李箱放下去都沒有問題 而大家最關注的廁所方面 亦都相當之麒麗 用上智能的馬桶 浴室乾室分離 還可以借用風筒 最重要的是格數多 不用跟人爭 酒店設有共享空間 環境非常舒適 其實這裡的設施都相當齊全 有齊殺雪櫃 微波爐 焗爐等等 另外也會有免費的飲供應 大家就可以坐在這裡聊天做事 讓大家看看最真實的入住畫面 床頭上面 有空間可以擺放小型行李 床尾都可以放下袋子和雜物 怕不清醒的話 還可以用智能的裝置交流中 第二天就會自動開燈和升高 如果家裏有這個設施的話 大家上班應該都不會再遲到 早安 早安 昨天睡覺之後 現在早上八點多就來吃早餐了 其實下面大同這裡的早餐 包括在酒店的套房價錢裡面 菜單上有三種前菜 另外也會有四種主菜給客人自己選擇 在這裡住了兩晚 所以最後也想分享一下入住的感受 首先地理位置方面 這裡很近地鐵站 附近也有71 當前能登可以購物消費的地方 如果晚上想吃飯的話 走五分鐘左右就會有些屋台餐廳可以選擇 住宿環境方面也比想像中衛生和乾淨 床劑很大 住客也很自律地不會聊天地吵著你睡覺 浴室方面更加不會出現要搶廁所的情況 整體來說我覺得性價比都頗高 尤其是對比外國的Hostel 這裡真的住得很舒服 所以如果下次有機會再來福光窮友 我都會選擇這裡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